游城时代第一次决斗失败了 这一次他决斗的对象 是学校里最厉害的兰院学生顽藤亮 顽藤亮是顽藤祥的亲哥哥 时代正是想通过与顽藤亮的决斗 来了解顽藤祥与哥哥之间 到底有着怎样的纠葛 虽然他决斗失败了 但也通过这场精彩的对决 换下了顽藤祥的斗志 现在顽藤祥愿意振作起来 跟他一起参加组队决斗了 组队决斗的胜利与否 直接决定时代和顽藤祥 能否留在学校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们两人的组队决斗还没开始呢 前天损人就要退学了 得到消息的时代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他跟顽藤祥跑回宿舍的时候 发现已经有不少人围在那里 两人挤到最前面 发现一个大鼻子壮汉 正跟大得色老师说话 那个壮汉就是前天的爸爸 他说儿子想要决斗 他本来就不支持 结果这傻儿子 在决斗学校最差的学院还有留期 这样看来 确实不应该再留在这里了 还不如回家继承酒庄干点事业呢 他家祖传就是做萨摩烧酒的 这种酒历史悠久 也都是家传生意 所以很多人都觉得 前天爸爸的行为倒也可以理解 但是时代还是觉得 应该听听前天的意见 他到底是想留下继续决斗学习 还是想回家继承家业呢 当时代跑回宿舍的时候 发现前天已经开始收拾东西了 可是满脸的眼泪不会骗人 前天说 自己以前只是向往成为一名决斗者 却因为成绩差自暴自弃 一直没有真正的行动 如今的他 在看过时代各种精彩对决后 真的想自己拼一拼试一试 只是这种想法 他是不敢跟父亲说的 父亲是一个十分严厉恐怖的人 时代对此表示理解 然而他觉得 既然有梦想就应该争取 因此他强行带着前天来找校长 可校长也不好干预啊 毕竟这是人家的家务事 好在前天的爸爸听到前天的心声 决定最后给儿子一次机会 要是前天在决斗中能赢了他 那他就允许前天继续留在决斗学院学习 前天知道这是自己最后的机会 就毅然居然同意了 于是决斗时间 就定在了第二天早上的八点 对于这次决斗 时代是充满信心的 毕竟他们面对的是一个门外汉呀 没想到大德四却告诉大家 表示前天的父亲 是萨摩世线流的使用者 是名号响彻世界的传说级决斗者呢 萨摩世线流 是擅长打突的流派 这种流派的精髓 是使用一击必杀的决斗秒杀对手 因此前天的爸爸 其实是非常可怕的决斗专家呢 完腾祥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发抖 前天也十分郑重 可时代却十分兴奋 他拉着前天回去组卡组 却发现前天的卡组里 竟全都是树熊 这样未免有点单调 于是时代和完腾祥 纷纷拿出自己的卡 且要帮助前天 而这些都被前天的父亲 在门外听到了 第二天早上八点 前天与父亲的决斗 在大德四老师的见证下开始了 前天抢的先手 先召唤了攻击力 1100的死亡树熊攻击表示 这操作让旁边观战的时代 大为震惊 因为死亡树熊 是反转效果怪兽呀 怎么能让他攻击表示呢 前天显然也是太紧张 忘记了这一点 至于他的爸爸 看了也真是怒气不争啊 死亡树熊在反转的时候 对手手上每只有一张手牌 就会掉血400点 是一张十分厉害的效果卡 儿子就这样 直接攻击表示召唤了出来 这足以说明 这孩子六年多 根本没有好好学习 也还是退学吧 前天听到这里也是无言以对 现在轮到爸爸的回合 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爸爸身上 他们都想看看 这个擅长一击必杀的决斗者 到底是如何表现的 然后前天爸爸就猛冲过来 召唤了罪汉老虎攻击表示 这操作让所有人都有点猛逼 这晃晃悠悠的家伙 站都站不稳 真的会一击必杀吗 然后罪汉老虎的罪拳就发动了 不但击碎了死亡树熊 还要前天掉血700点 只是这罪拳 也不算是一击必杀呀 再次轮到前天回合 他是用魔法卡树熊的游行 从他的墓地中 召唤一只四季以下的树熊怪兽 于是死亡树熊 再次以攻击表示站在人们面前 树熊的游行还有个效果 就是能从卡牌里 特殊召唤一只死亡树熊同名的怪兽 果然前天从手牌里 又召唤了另一只死亡树熊 然后他将两只死亡树熊献祭 召唤出攻击力2700的巨大树熊 前天让巨大树熊去攻击罪汉老虎 老虎被击碎的同时 前天的老爸也掉血900点 双方还有来有往 目前看起来前天并没有处于劣势 又轮到前天老爸的回合 这一次他召唤出醉汉天使 看样子他不愧是祖传酿酒的 都是醉汉卡粗呀 然后前天老爸又发动了 永续魔法酒壶一个 还有永续魔法仙桌子 前天于是就发现 自己和怪兽都出现在一个巨大的酒桌上 老爸力拔山西气盖式 一下子把桌子掀翻 上面的所有怪兽全部被击碎 老爸表示 这就是仙桌子的妙用 能将自己场上的所有卡片破坏的同时 也能破坏对手场上相应数量的卡片 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击必杀卡牌呢 但丸腾想觉得 一击必杀应该不是这意思 时代也觉得 这完全是在犯规的边缘疯狂试探 前天倒是觉得 这样很符合着老爸的性格 一言不合就仙桌子不认人 这时他发现那醉汉天使居然还在 他不是应该在仙桌子的时候 就被破坏了吗 这时候老爸才说 醉汉天使的效果 就是不会被仙桌子的效果破坏 前天老爸还告诉前天 刚才由于魔法卡酒壶一个 然后前天老爸又操纵罪汉天使 直接攻击前天 前天血量直接掉到了一千点 前天的血虽然已经见底 但他的眼神却更加犀利了 老爸从里面看出了对胜利的渴望 这才是他儿子应该有的眼神 轮到前天回合 他抽卡就抽到了 丸腾祥送给他的那张卡牌 想到朋友的鼓励 前天更加勇猛 他看着手牌后 先发动魔法卡沉默的死者 从目的里将巨大树雄召唤出来 接着又发动魔法卡融合 将巨大树雄和丸腾祥送的死亡弹数融合 变成了攻击力有4200的OZ之主 这张卡就是时代送给他的秘密武器 有了这张卡 时代相信 前天一定能留在他喜欢的决斗学院里 OZ之主一拳打在罪汉天使身上 将其击碎 现在爸爸的血量只剩下700点了 可是爸爸却丝毫不慌 表示自己还有永续魔法卡掀桌子 不管是4000攻击力的怪兽 还是5000点 只要在桌子上都会被掀翻击碎 没想到这事 前天却说 自己作为爸爸的儿子 知道仙桌子还有负面效果 要是使用了仙桌子 就无法召唤怪兽了 所以如果爸爸在这一回合使用仙桌子 面前就是空场 那么下一回合 自己随便召唤什么怪兽 都可以击垮爸爸了 看到前天有如此成长 前天老爸也十分欣慰 表示他有自己的办法获胜 前天爸爸于是召唤出两个酒壶 那样就算自己无法召唤怪兽 光利用这两个酒壶被破坏以后的效果 就能让前天掉下1000点 刚好让他血量清零 爸爸因此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仙桌子 而酒壶碎裂的效果 也刚好让前天血量归零 就这样 前天还是失败了 难道他最初还是要跟爸爸回去继承家业吗 时代和顽腾祥回到宿舍 果然看到前天在收拾行李 只是比起之前的委屈 这次前天显然已经接受了回家的结局 毕竟他也为自己的未来努力过 因此虽然失败了 却并不后悔 只是舍不得时代和顽腾祥这两个好朋友 时代和顽腾祥要送前天离开 结果刚来到外面 就发现只有大德斯老师一个人站在门口 他说前天爸爸也就独自离去了 还留了一封信给前天 前天爸爸为自己能交到这么好的朋友而欣慰 希望儿子不辜负友谊和自己的内心 能留在决斗学院好好学习 前天虽然保住了学位 可很快就要轮到时代和顽腾祥的组队决斗了 库洛诺斯是真的十分讨厌宏愿的学生 在他看来 决斗学校就没必要收这些吊车尾 这时候万丈木过来找他 说自己希望可以当时代的对手 他想亲手把时代送走 没想到库洛诺斯老师却看不上他了 还要他多加努力 要不然很快就要跌到太阳神皇了 万丈木也是气急啊 库洛诺斯表示 自己找到了更为稳妥的决斗强者 这一次一定要战胜时代 让他永远地滚出决斗学院才行 终于组队决斗的日子到来了 时代和顽腾祥拿着自己整理好的卡组 前往会场参加决斗 会场上人山人海 整个学校的学生都不愿意错过这精彩的一幕 三泽和明日香甚至是顽腾亮也来到了看台上 他们都为时代捏着一把汗 至于万丈木就是憋着一口气 他倒想看看库洛诺斯这家伙 到底找了什么厉害的人与时代对战 等人来得差不多了 校长也十分迫不及待地询问库洛诺斯 你到底找的是什么人与时代他们对战呀 是学校的老师还是蓝月的学生 总不能还是你自己亲自上阵吧 库洛诺斯赶紧告诉校长 为了好好惩罚这些不遵守校规的学生 他特意叫来了传说级的决斗者 随后就有两个功夫高手从台下一跃而起 竟然是迷宫兄弟 没想到他们两个倒是先出现在的JX中 怎么也搬拍下其他更知名的角色呢 库洛诺斯傲然表示 这两人就是曾经跟游戏王五层游戏对战过的迷宫兄弟 他们两人十分擅长双人组队对战 当年王阳和城之内也是吃了不少苦头才战胜的他们 这下跟时代关系好的人心全都提了起来 万丈木也总算是定下心 觉得游城时代就这样滚蛋吧 时代对迷宫兄弟十分感兴趣 觉得能跟他们战斗就好像间接跟五条游戏战斗一样 这让他非常兴奋 不过万丈祥看起来就压力山大了 还没开始决斗脸上就已经冒了汗 库洛诺斯随即公布双人战斗的规则 不准对搭档提建议 搭档的场地可以当作自己的场地用 双方队伍的血量都是8000 决斗正式开始 首先万丈祥召唤悬翼级人攻击表示 迷宫大哥则召唤地雷蜘蛛准备攻击 时代见此召唤暴热女郎守备 迷宫弟弟于是召唤帝王海马攻击表示 可这还不是结束 他又发动魔法卡 生计人偶 将地雷蜘蛛陷进 然后从手牌中特殊召唤七级怪兽风魔神 迷宫弟弟将自己大哥的怪兽陷进 召唤出更强大的怪兽 这就说明两人的默契度非常高 已经完全熟悉了对方的卡组 也知道应该如何将自己的牌与对方的卡组配合 这因此让人感觉真的十分棘手 而迷宫弟弟的操作还在继续 他打出魔法卡 暗的指名者 这张卡的效果是 如果指名的怪兽在对方的卡组里 就能将那张卡加入到对方的手牌中 迷宫弟弟于是直接指名他大哥的雷魔神 兄弟俩操作默契度十足 时代和顽腾祥确实艰难呀 看着对方犀利的操作 顽腾祥心里照常打起了退堂鼓 第一回合 他们就召唤出如此厉害的怪兽呢 自己不行的呀 可是想想对他这么信任的时代 再看看不远处观战的哥哥 将旋翼级人和蒸汽级人融合成蒸汽旋翼级人 他刚才看得很清楚 迷宫弟弟召唤风魔神的时候 献祭的是他哥哥的怪兽 所以迷宫哥哥现在面前是没有怪兽的 顽腾祥因此让旋翼级人对其发动攻击 可这正中迷宫兄弟的下怀 风魔神的特殊能力是反射防御 能将对手的一次攻击伤害清零 所以迷宫弟弟直接让风魔神挡在哥哥面前 把蒸汽旋翼级人给吹跑了 顽腾祥因此感觉十分不好意思 但时代完全不怪他 还有一只微笑着鼓励 感觉要是当年顽腾亮眼的这么对他弟弟 小眼镜也不至于是如此胆小懦弱的样子吧 顽腾祥随即盖了一张卡后 回合结束 轮到迷宫哥哥回合 他使用死者俗生将地雷蜘蛛从目的中复活 再次发动魔法卡 生计人偶 陷进了地雷蜘蛛召唤出攻击力2500的水魔神 然后朋友借用弟弟的力量 陷进了帝王海马 这个帝王海马在召唤光属性怪兽的时候 只需要一只就能代替两只祭品的效果 所以迷宫哥哥又召唤出了雷魔神 现在迷宫三兄弟已经召唤出了风水雷三大魔神 这操作让人叹为观止 可迷宫兄弟却说这也只是刚刚开始 他们接下来要让大家看看 什么叫做究极怪兽 现在场上的人几乎都没有人关注时代他们了 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迷宫兄弟 看看他们还有什么让人震惊的操作 果然迷宫兄弟没有让大家失望 他们将风魔神水魔神和雷魔神三只怪兽合并 召唤出攻击力有三千七百五十的门之守护神 所以他们说的究极怪兽就是这个呀 感觉是有点名不符实了 迷宫大哥让门之守护神攻击争气悬翼击人 可怜的悬翼击人直接被击碎 时代他们的血量掉到了六千四百五十 迷宫大哥又扣了一张卡结束回合 呼罗诺斯看得热血沸腾心花怒放 这就是组队决斗 集中力量先激活比较弱的那个人 两人中时代自然是很难缠 但是顽藤祥看起来就是个软柿子 完全可以尽情地捏一捏 现在门腾祥确实心情十分忐忑 觉得自己算是给时代大哥拖后腿了吧 可是他看向时代 却发现对方一点沮丧的神情都没有 反而看着迷宫兄弟满脸兴奋 原来这就是曾与决斗王五层游戏对战过的怪兽嘛 好兴奋呀 好不容易到了时代的回合 他召唤元素英雄黏土侠攻击表示 接着发动魔法卡融合 将暴战女郎和黏土侠融合在一起 召唤出元素英雄铁臂炮手 虽然铁臂炮手也有2500攻击力 可以远远不及对方的门之守护者 但随后时代就发动了铁臂炮手的特殊能力 他可以以守备表示状态 直接攻击对方玩家 虽然此时造成的伤害只有守备力的一半 却也让迷宫兄弟掉了1000点血 所以迷宫兄弟不要以为有门之守护者在 自己就十分安全呀 轮到迷宫兄弟回合 他发动装备魔法流星直击 装备了这张卡的怪兽 在攻击表示的时候 只要超过对方的守备力 就能给对方带来数值差等值的伤害 眼看迷宫弟弟就要搞鬼 这时顽腾翔抓住机会 赶紧发动反转卡能力 用旋风破坏场上一张魔法卡或陷阱 这样自己就能帮上时代大哥了 可与此同时 迷宫哥哥率先发动了陷阱卡 阿努比斯的裁决 只要自己丢弃一张手牌 就能将对手发动的魔法卡或者陷阱卡无效化 并且还能破坏对方一只怪兽 于是不但旋风无效了 他们的铁皮炮手也被击碎 血量还掉到了4450 接着迷宫弟弟又以守备表示召唤防御臂 只要防御臂在场 对手怪兽就会优先攻击这张卡 现在迷宫兄弟手有防御臂 公有门之守护神 简直是无懈可击的一套战场啊 丸腾翔守住心神 轮到他的回合 他召唤单车机人守备表示 随后就无奈回合结束 看起来他已经完全没有了招架之力 迷宫哥哥指挥门之守护者 对单车机人发动攻击 在击碎了单车机人后 还因为流星直击的效果 给玩家造成贯穿伤 因此瞬间 时代他们这边只有1700的血量了 而对方还有7000点血 情况真的相当不妙 时代和完登祥能否战胜迷宫兄弟 留在决斗学院呢 我是黑白 下期见